大家好,我是Tinterman 你最帅 I'm Stoke Kitchen 相信有一些新车主在购买格尔摩的时候 都不太清楚 销售员所说的一些专业字眼 其实啊,很简单 格尔摩就是用来 主格调太阳的三种光线 可见光 指外线 和外线 以下就是格尔摩常用的专业字眼 现在就让我一一分解给你听吧 第一 可见光透视率 Beachable Light Transmitter 简称VLT VLT和暗度是相反的 假设你要连70% 暗度的格尔摩 也就是VLT 30% 假设你要连30% 暗度的格尔摩 VLT 就是7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你要连几黑 其实就是在问你 你的格尔摩要连多少%的VLT VLT越高 可见光越多 暗度就越低 VLT越低 可见光就越少 暗度就越高 我们常说 黑会吸热 但其实它真正的原理是 黑会吸掉光 而产生热能 第二 指外线主格率 Ultra Violent Rejection 我们简称UPR 阳光的指外线 就是会导致我们皮肤变黑 车是老化的幕后黑手 大致上 只要你的车 就连上格尔摩 不管是什么档次 它都能 阻隔掉 99%的指外线 第三点 红外线主格率 Infrared Rejection 我们简称IRR 阳光的红外线 就是会产生 热能效应 我们会感觉到热 就是因为红外线 所以我们常说 格尔摩的IRR越高 它的隔热程度也会越高 第四点 总太阳能主格率 Dotra Solar Energy Rejection 简称TSER 去研究显示 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光能 是由3%的紫外线 44%的可见光 还有53%的红外线 所作成的 TSER就是 总太阳光能 乘以被阻隔掉的部分 所得出来的一个总和之处 这个图就是计算的一个例子 第五点 就是跟太阳没有关系啦 就是 格尔摩的厚度 Firm thickness 格尔摩的厚度 决定了 它有没有防暴的效果 通常 Formule以上 就含有防暴的效果 以上 就是格尔摩的 五大专业资源 希望 能够帮助 刚要买新车的你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 可以帮到你 或者可以帮到你身边 刚要买新车的朋友 记得分享给他 我是Tinderman 你最帅的MZLOKIE JUAN YES